前辆吹响的全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这是2019年中国支队国际女子足球锦标赛 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 也是本次锦标赛的决赛 咱们先来看看今天双方的一个首发情况 中国队门将的22号是王师萌 第一场比赛用的并不是他 本次我们招了两个门将都给了这个门将出场的机会 其他球员有4号楼家汇 5号吴海燕 6号刘珊珊 7号王霜 8号李佳月 10号李颖 11号王珊珊 16号杨丽娜 17号古雅沙 20号张瑞 这是中国队今天的首发情况 再来介绍一下韩国队今天的首发门将呢 是18号的江嘉爱 其他球员有2号李恩美 3号郑英雅 6号任善珠 7号李文娥 8号赵昭贤 这是他们的场上队长 10号在谢尔西女组踢球的池孝然 以及11号郑奇斌 17号李金文 20号金辉利 还有26号的孙华言 中国队呢 应该不出意外的话 还是会打一个4-4-2的阵型 第一场比赛呢 中国队上半场实际上打得不好 下半场比赛 王霜登场之后 前场几个球员的位置兑换 整个我们前场的进攻模式 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那场比赛里边李颖完成了没开二路 而张瑞在他的生日夜 也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今天中国队替补门将呢 是徐欢 而第一场比赛打了帝小林呢 这场比赛没有进入大名单 甲耀泉最近的几次这个热身赛呢 还是给了这三名门将都有出场的机会 李家月 这次球传大了 这场比赛开场之后节奏很快 韩国队和中国队目前在国际苏联的排名里边呢 相差也不多 还在第12和第13的位置 而两队实力呢 非常接近 都有吕欧的顶级球星 李温俄推过来 这次并不越位 船中打远点 这球直接出了底线 来自11号的郑启斌 他这个跑动能力很强 而且有速度 中队今天在左路防他的是刘珊珊 这场比赛要个人比较担心的 还是门将这个位置啊 王世萌虽然近几次都入选了甲油拳的国家队 但是出场时间相对来说偏少 这个级别的比赛 他能否适应 其实要打一个问号 除了门将之外呢 场上另外10个人应该说是中国队目前最强阵了 有这次出球失误 对方抢断 再扣了一下 中队是被迫犯规 刘珊珊犯规给了韩国队一个位置很好的定位球 突破的是20号的金徽利 刘珊珊这一下被对方扣球摆脱 然后脚下勾到了对方的脚 航部队开场之后这个进攻打得非常猛 比赛踢了四分钟 他们就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任一球的机会 10号赤策然 他在去年夏天和切尔新竹也是完成了续约 这个定本球的位置 看看中队的防守怎么样 石小燃开起来打前点 这个球威胁不大 二点球中队跟出来 罗亚莎在盯防对手 对方想加速 靠速度生吃中队的防守学员 但是这个球汤太大了 他们的队长8号赵招贤 今天这个比赛呢 中队实际上面对韩国这种踢法应该说挺难受的 因为韩国队开场之后 由于体能充沛 他们这个开局阶段这个跑动很多 进攻呢 打得很简单 但是他两边冲击力很强 中队现在防起来有些吃力 前锋队员呢也不断的回射来保护防线 这场比赛开场前五分钟 中队确实很难把皮球稳稳的控制下来 一直是韩国队在进攻 中队拿球呢也是失误比较多 让李新闻往中路转 李佳玥的上响 今天两个中队的出击时机选择都很合理 右边路没有打身后 球权还是韩国队的 杨丽娜 杨丽娜这个解围呢 打在刘山山的身体上弹出了边线 还是对方的球权 这个开局中队确实踢得比较被动啊 我们需要找一个机会呢 在进攻端给对方的防线带来一些麻烦 要不然的话 韩国队这么肆无忌惮的攻中队的防线 很难保证不失球 好球啊 李文娥打了一身后 视野也很开阔 又是这11号郑启斌 郑启斌在往中路传的时候呢 是被李嘉悦挡了一下 还是靠身体和速度摆脱 李嘉悦把球 这刘山山把球踢出了边线 他这个点的个人能力非常强 非常强 在观看本场比赛直播的同时呢 也是欢迎咱们的球迷猴进行互动交流 大家可以在直播窗旁边的评论区发弹幕留言 当然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博 说球的李嘉诚 木子李 家庭的家成功的城 找到微博的直播互动帖 进行这场比赛的交流互动 大家可以聊一聊关于这只女卒的看法 以及她们在世界杯的前景 这个时间点 看了一下咱们这个承讯体育的APP 已经大概有6万人在观看女卒的比赛了 上一场比赛大概是30万人在看 女卒的关注度呢也是越来越高 但是今天由于晚上的10点钟 还有更交点的战役啊 这次门匠出来失误 对方掉门 这球应该没威胁了 中队先破坏 进去里边有没有犯规 主才班并没有表示 这个开局中队确实踢得太被动了 我们需要找个时间传口气 一直这么被对方打的话 很可能在上半场就丢熊 中队至少这个开局 目前来看的话 防守做的还算不错 由于对方长时间的在中队的半场来控制球权 现在王霜根本拿不到球 这次刘珊珊的回传失误 但是门匠出击很果断 算是立了一功 今天刘珊珊在右路面对对方的冲击呢 确实显得有点慌 他这个正起兵的个人能力太强了 他踢法很男性化 娄家慧 这场比赛的用人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下半场 那个开局是一样的 娄家慧打右后卫李颖 踢右前卫 然后王珊珊和王霜两个人是双前锋 但是这场比赛打到这个阶段来看的话 王霜和王霜山两个点根本拿不到球 因为中队没球权 王霜回撤 他后出来组织李颖 跑身体也转身 这是个上规 上一场比赛 上一场比赛王霜的个人表现非常出色 但是他对于体能的这个分配可能有点不太合理 我们那场比赛是他旅游之后第一次在中国球迷的面前亮相 他表现欲望特别强 踢得非常努力 但是体能消耗比较大 再来看看这球 古亚莎 把这球 不太好判断 但是主下判应该最终 是判了一个球门球 堂住的开局这十分钟啊 中队现在逐渐可以缓缓一缓了 确实开局那个阶段的中队显得压力特别大 李文娥做了一个长城的转移 打到走路 17号李金文 这球楼下会放产 非常漂亮 把球踢出了边线 他开场的还是通过李文娥和池孝然这两个中场拿球之后的摆脱转移 然后打两个边路 右边路的11号郑齐斌 左边路呢17号李金文 这两个点的单点能力非常强 那中队现在整体防线的移动 包括距离感保持的很好 互相之间的补位呢 做的也很到位 球迷问李文娥在哪个俱乐部踢啊 他是在神户吧应该是 王珊珊走外线 神户女子 这特别叫神户行尸 神户行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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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点时间还好 中部队把这个开局咬住 然后现在靠前场的个人能力 可以有一些机会创造 主要是如何通过王霜这个点 把整个前场的进攻盘活 航空队这次绝对是最强阵来打比赛 因为他们也在为了世界杯的比赛做准备 之前的几次四国赛 航空队来的时候并不是全主力 中队打航空队还是胜多负少的 但是这次比赛 航空队是绝对的全主力 而且他们的工薪换代做的很合理 多名年轻队员的加入 提升了整个球队的实力 而中场有池小然李文革这种 算是老国脚 相对来说算是老国脚 而中队这些年经历了换帅 旅游艺会之后我们换了两个车链员 这对于中队整个构架 磨合来说实际上影响是比较大的 我们在整个阵容方面也有着比较大的调整 这次打身后 古亚沙 古亚沙先把球拿好走外线 帮助中队赢得脚球 古亚沙的速度还是有优势的 而且这次身体利用也很合理 他把对方扛在内线自己往边路突破 然后下底之后对方只能把球捅出底线 中队获得了一个脚球 在这种局面下定位球的机会就显得迷苏珍贵了 再来看看李佳月送身后 这个球对方的三号正英雅拖在房间最后边 古亚沙是并不越位的 王双开出来到中路投球 地下没顶着 二点还有 凌空大门 漂亮 1比0 比赛第15分钟 古亚沙的左脚帮助中队破门得分 这场比赛前一刻钟的时间 中队踢得很被动 但是通过一次定位球 率先打破了僵局 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场比赛 这个局面下定位球对于中队来说 就显得迷族珍贵了 果然我们抓住了机会 上一场比赛 我们第一个进球也是来自于一次定位球 当然那个球是古亚沙主罚 这一次是王双主罚的定位球 古亚沙破门得分 还是二点的补射 再来看看 中路谁也没顶着 过来之后古亚沙这脚弧线撩得太漂亮了 这个射门的线路上 有对方的8号和3号两个人在挡着 擦着进门柱飞进了球门 王双的助攻 古亚沙的进射得分 这和第一场比赛 我们那个进球的过程有点相似 当然那个球是一个定位球 二点的补射张瑞打进的 这就是贾尤泉指导给这支中国队带来的变化 我们更加注重攻守平衡了 之前的西格就不说了 布鲁诺比尼肯定是更加注重进攻 以及地面的传控 我们那个时期 防守相对来说是我们的薄弱点 贾尔拳上阵之后 更加注重攻守平衡 在这种被动的局面之下 我们靠定位球能够得分 这也算是一种能力上的提升 毕竟我们在世界杯的赛场 要面对很多的世界顶尖强敌 杨林大 刘珊珊 刘珊珊是河北姑娘 他一直是国家队的主力 上场比赛我们也做过介绍了 在这个国家队里边 就王珊珊 王霜 刘珊珊 这是三届主角练 他们仨都是绝对主力的 其他的队员 有的 包括张瑞 这四个是 其他队员有的 第一期布鲁诺比尼 像赵李颖的四处就很少 第二期西格 把李颖带到国家队 但是用李佳岳他们也很少 看看杨琳娜那些大门 这个球稍微偏了一点 中队随着这个进球得分 现在打得更有气势了 杨琳娜是 贾球拳上阵之后 重点提拔的一个后腰球员 她的 个人技术能力非常全面 能功善手 还有一脚不错的远射 咱来看看 内切之后拉开角度 这个球受到对方的干扰 是门的打得稍微偏了一点 杨琳娜在之前的比赛里边 也进过世界崩 中队的后腰呢 这几年啊 这个远射能力一直是有保障 包括之前的唐人英和任贵新 这是布鲁诺比尼时期 两个主力后腰 都有很强的远射得分能力 右边拉空 唐物队第一下转移 这球给的很清楚 中队防守有点乱 对方传 直接传在了门将的手里 今天王世蒙德发挥非常出色 看来赛前的担心是多余的 你最近看的比赛呢 这个门将失误太多了 第一场比赛中队打尼尔利亚 尼尔利亚的门将有一个很低级的失误 昨天转英超 水晶宫内替补门将斯佩罗尼 有一个更低级的失误 今天的首发门将王世蒙呢 打过08年的世青赛 零主任的亚青赛都参加了 虽然在近些年的国家队出场次数比较少 但是他算是个老国家 王山山往中路给 杨丽娜看到左路大空当 国亚沙上去 国亚沙在国亚队友的位置 直接携船 对方蹭了一下 这也是我们门将拿的 今天的国亚沙开场之后是打左路 王双呢是在右路 这两个人呢会在比赛里边形成这种临场的换位变化 今天我们听到现场的声音 非常巨大的助威声 每当有中国队的比赛 听到现场的村民如此呐喊高歌 真的是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 当然配上赢球是最好 近三年我转的女子的比赛 上座人数最高的一次 应该是在取静 那场比赛有两万三千多名观众到场观战 这场比赛目测来说的话 应该是比第一场要多的 应该会超过一万五 这个在早些年女足的赛场很难想象 这场比赛的比赛 好球 王山山再给外线 张伟越越位了 但是这个配合的意识是不错的 中队边路一个二打三 找到了对方身后的空灯 这个球呢 王山山转身耗时比较长 传出来的时机有点晚 再来看看啊 他第一下没给 顿了一下之后呢 张瑞确实越位 所以说如果船跑默契的话 中路是个二对二的局面 这个进攻就很有危险 还有球迷三分这个赛制啊 这是这次比赛的决赛 因为之前办四国赛呢 都是打单循环 就是四个国家啊 各打三场 因为这次呢 回苏联的一个要求 变成了这个淘汰制 我就是四个队呢 第一场比赛就是这个淘汰赛 赢两个胜者呢 去打决赛 两个负者是打三四名 和中国杯的这个赛制是一样 刘山山 之前也打过右后卫 他是左右全能 诺比尼时期呢 他打右后卫 薛娇打左后卫 后来呢 他就被放到左后卫的位置 因为薛娇受伤之后呢 逐渐淡出国家队视野 这左后卫实在找不到 太合适的人选 就一直是刘山山在打 他的左右角能力非常均衡 又是角球 还是击好王霜来主罚 王霜目前效力于巴黎圣人们 左脚拍起来打前点 顾亚莎 顾亚莎头球又顶到了 顾亚军队主帅在做笔记 这次突破 宇文文 中队今天防守组织的非常好 两个前卫王霜和古亚莎的回防位置 彻底也很深 包括前锋李颖也回来帮助防守 中队真是渐入佳境 之前的友谊赛 我们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 近半年 尤其是最近一个月塞澳大利亚的提训 我们很多的问题真是得到了改善 王霜的回传 杨丽娜破坏 李颖 先往中路给王霜没传过去 他部队边路进攻 对球没有犯规吗 新亮今天的尺度相对来说比较松 李文娥 李嘉月 这是吴海燕解围 打在对方的腿上弹出底线 对球本球 张锐 张锐 张锐刚刚过完三十岁生日 已经到了职业生涯的末期 这边拼速度又是谷亚沙 今天谷亚沙的状态非常好 去逼迫对方的二十号 准备前场抢断 刘山山拉边 谷亚沙第一下没传 再打身后 这球传的大了 再强 这是个小球啊 对方好像碰了一下吧 有球迷在问这个世界排名 中队和韩国队都是在实名开外 女足呢 肯定还是美国队最强 但是美国昨天输给法国了 美国昨天和法国打了一场友谊赛 是一比三输球 是被法国打了一三比零 最后捕食进了一 王山山横传 这个球被对方的正英雅控制住 完成了结尾 李颖的冲击力非常强 王山山的速度 冲队的前场几个人 特点都很鲜明 跳船打远点 王庄 好球王庄 王庄你看着他身体没那么壮 但他身体利用非常合理 技术也好 第一场比赛 王庄那个复制伯格坎普的 那个挑球过人 寂静刺色 王庄就是世界顶尖球星 新客的亚洲足球小姐 比赛踢了快半个小时了 比分目前依然是0比1 中队队依靠国亚沙的进球 暂时领先着韩国队 王山山挑过来 王庄 好球王庄 自己盘带 摆脱两个人 还在带球 转身 自己打 王庄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 对方根本防不住他 这次三个人过来防守王庄 还是让王庄射门了 再来看看 两个人一个放铲 没铲掉 王庄带 再给身体 王庄转身 四个人防 到这个区域呢 航空队也不敢再下脚了 不敢在这个位置 给中国队任意求 这段时间这个比赛节奏非常快 双方的球员体能下降 都挺严重 都显得很累 看比赛直播 还是欢迎咱们的球迷和我 经营互动交流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说球的李嘉诚 木子李 家庭的家成功的城 找到微博这顶铁留言 进行这场比赛的交流互动 可以聊一聊 关于这只女族的看法 以及我们在世界杯赛场 那个前景 因为我们的世界杯呢 是分到了死亡之组 首先要保证的是小组出现 昨天我也看了西班牙的一场热身赛 西班牙女族和比利时女族 都是打成了1比1 那个队呢 不是没有弱点的 像疯子贝尔萨一样 把对方研究透 对打西班牙 我觉得还是可以一战的 而德伍队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强 但也不是完全没得踢 定位球 危险 这个打门呢 是被楼家汇挡出了底线 这是个角球 17号李金文 他的身体力量很好 看着就很强壮 而且对抗里边呢 也有优势 这个射门的力量也够大 中部队防定位球千万要小心 航空队用的一个类似于英格兰队 在世界杯的一个战术 但是这个球开的质量一般啊 打到前点了 中部队反击郭亚沙 想来一个人球封过 但是对方提前预判了郭亚沙的推进线路 石晓然的个人能力确实强 毕竟是踢英超的 刘杉杉护住球 咬了一个球门球 今天这几次给门将的球啊 都太危险了 中部队反击 我求迷在问颂端啊 颂端应该有伤吧 他今年应该是大概在二月第三月份复出 颂端应该是有伤啊 我之前看是谁发微博说颂端的伤啊 今天是不是去德国做的手术啊 就是得回船呐 这个这个很麻烦啊 刘善善两次回船 都险些给对方乌龙助攻 王晨晨 对方这个中位一直在跟着他 他在中线拿球的中位也跟出来 确实拿球的压力非常大 王霜 对方一个放铲 这球撞到脸了 航部队进攻 这个球还有机会 李文娥带的多了一下被李家月捅掉 这有错误被门架拿到 啊 这这这是反复一号 主裁班没吹 上方比赛还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啊 我觉得依然是1比0领先这韩国队 刚刚进球那个阶段中队的进攻呢 打的确实是非常好 这点时间双方是拉锯战 不有空手 张瑞领的不错 对方补过来 张瑞把球拿到 还有机会 前场抢对手 航部队出球很困难 这是个拉人犯规 但是进攻有力 航部队反接 持孝然 持孝然第一下没敢往左路分啊 因为刘珊珊的位置选的很好 在铺他这个传球的线路 他只能把这个节奏放慢 中队这次防守的落位很及时 退防速度很快 你说妹妹谁在迎抄题 持孝然啊 之前在契尔西啊 航队的持法 王霜呢是在法甲巴黎 李佳玥 拐杀好好球 拐杀这球处理的真漂亮 用身体挤开的温哥 把这球护住 然后交给队友 武海燕上来 武海燕在观察队友的位置 中路王霜接应 现在王霜的位置彻得很深 这是今天我们打法的一个变化 李佳和王珊珊两个人在封线上 让王霜不断的在中场拿球 因为知道对方在中场给我们压力很大 需要一个技术好的 拿着能力强的球员回撤 现在王霜在中路一拿球的话 对方确实防起来很麻烦 你两个人断不了王霜的球 而且你如果逼抢的话 很容易造成你防线的空虚 这回应该是最后一切 这回应该是最后一切 是最后一切 不是最后一切 是最后一切 就是最后一切 早就叫你 是最后一切 来 还有准备三分世界排名 东队目前是排在 先看这个机会 东队目前排在第15 韩国队是第14 击分就差了9分 第一是美国队 美国队是2123个 可以击分 德国队是第二 法国第三 博兰第四 我们前年 和英格兰意大利打的时候 也不吃亏 当然人家来的并不是主力 我们赢过英格兰 评过意大利 意大利的排名 要在中国之后 它是排在第16 和中国的就差1位 而英格兰这两年的进步 是比较快 包括法国 那早年间呢 肯定还是 北欧女族的实力更强 现在排名靠前的 女族呢 还是瑞典 北欧那边还是瑞典 原来你像挪威啊 这些丹麦 这些实力都非常强 瑞典呢 是一直都强 出了 像不上比赛 还有五分钟 这几年一直保持着非常高的经济水准和状态 武海燕长传王霜头球一蹭想蹭给李颖 对方还是保守级线把球踢出了边线 中队进攻但是还是要想办法让王霜在对方的禁区附近拿球 这样的话才会更有威胁 楼佳慧这也是前锋改打右后卫 包括之前用赵荣去打中锋 这都是起到了奇效 前道上来之后对阵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变化 实际上收到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赵荣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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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荣卫是全能也可以踢中锋 某些比赛里边出现极端的情况 他也客串打回右后卫 杨琳娜 杨琳娜确实非常出心 他这长拳真的是给的非常准 对方门将和后卫呼应失误 这球还没出界 前场抢把球抢回来了 王珊珊 楼佳慧打回来 这是吴海燕 杨琳娜 好球 杨琳娜再打一个长传 这个球是越位了 利盈启动快了 但是杨琳娜这个传球刚刚我也介绍了 他非常准 他的视野和大局观也非常棒 怎么形容呢 他是我觉得是 唐人英和任贵心两个人的结合体 大概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特点 有身体有力量 能打远射 而且这个长传球非常好 大局观非常棒 航母队进攻传起来 后点 这球直接出了底线 我没有看见 是 这 NEW 你 我不是 有 我不是 你 我不是 现场球迷 又开始 制造星星墙 王庄传远点的机会 对方门将 对球摘得很稳 王山山 王庄接药 好的 看王庄怎么来发展 往中间传 这球被对方6号碰了一下 因为左边队友始终没上来 杨丽娜补位是非常好 而你看杨丽娜踢球 你总觉得哪都有他 但实际上他很省劲的 他总是能提前预判危险区域 提前站在这等这个球 上半比赛一分钟的捕食 今天第四万元 米兹雨 这球他左脚带着一下带档 好球 吴海燕 往来一脚后跟 这是个节奏变化 好球 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结束 中队依靠一次脚球进攻 郭亚莎在第15分钟 左脚弧线球都射近脚得分 中队上半场比赛 依靠一次脚球的进攻 由郭亚莎破门得分 暂时1比0领先着韩国 看看下半场比赛 双方调整的效果怎么样 刚刚上场的22号于敏致 他应该是正常对位换 秦亮吹响了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音 双方一边在战 两队在中场过后呢 都是做了换人的调整 上半场比赛中队的王珊珊 确实表现不是特别出色啊 他今天状态好像一般 非常努力 但是没有达到一个预期的效果 那这样的话 从目前来看的话 吴成书是打右边 王霜和李颖两个人在封线上 左边呢 还是谷雅珊 而中场线 有这个杨丽丹 以及这个替换张锐的三号黄以尼 卫尼呢 之前的比赛替补登场的次数也很多 在中国队的这个出场机会呢 还是不少 而航空队这个调整呢 明显就是要加强进攻 在右边路做的这个调整 吴亚珊 今天是打左路 他就左右两个边都可以踢的 好球 今天李佳岳的表现非常出色 给反向 好球 今天两个中位的位置选择很好 李佳岳把球破坏掉 看个反击杨丽丹 对右边路 李佳岳内切 带的稍微一些多 还有机会 吴争初 吴争初第一场比赛替补登场 表现其实挺抢眼的 王霜 从左边 刘珊珊瞄了一下队友的位置 传起来前点 露过来还有机会 凌晃再打 吴争初的左脚射门 这个时候打高了 但是这个机会确实是形成了 刘珊珊今天上场比赛 两次回传出现了问题 但是她的进攻 最终对她帮助还是比较大的 这个球的吴争初赶上左脚了 没有打好 江嘉岸 那整个上场比赛 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考验 两队的绝对的机会 都不是特别多 中队的门将受到的考验 还是来自于队友这边 就是刘珊珊两次回传 给的力量有一些轻 让门将很难办 但是她都是成功的化解 王霜 这球不打不撞到了中路 王霜在分右边 看到了空单 楼嘉慧 王霓尼在中路接应 给反向 好球 吴争初停得很好 走外线强持 右脚再传 打到远点 还有机会 郭亚莎 郭亚莎扛入位置 先把球护好 又是踩着手了吧 但是这球确实没犯规 中路的球权 郭亚莎今天和对方的身体 接触对方很多 他虽然看上去比对方要瘦小一些 但是他身体力用非常棒 位置卡得好 这场航空队的防守学员很难办 中路前场接外球 刘珊珊给 郭亚莎 想敲王霜 王霜第一下启动慢了 航空队背破一个大脚 好球 今天李嘉月的表现太出色了 他前场这个坚硬点 基本上拿不到球的 这是个犯规 然后那边要推人 杂超车 宽连 就是 杂超车 争取 杂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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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韩文队在中场抢得很凶啊 他们这么抢的话 中队一旦把球迅速的倒出来 前场进攻呢是会有机会的 但是一旦被对方抢断 也会是形成对方的反击 这个打法呢 对于两队来说都比较好体能 中队如果能够把传接球做好的话 相对来说会更省力一些 他上来之后 这个22号于敏志 队友呢都想给他做球 但始终找不到太好的出球线路 王队倒钩解围 二点球 吴海燕 今天两个中位表现非常出色 王爽这球是个犯规啊 哎呦 这个要红牌啊 这是红牌啊 这个 这个绝对红牌啊 任善珠这个球要干嘛呀 他故意踢了王爽一脚 这绝对是个恶意伤人的动作啊 这个球性质很恶劣 倒不在于伤害有多大 他实际上也没有完全发力 但是这个性质特别恶劣 秦亮就在事发地点附近 应该看得非常清楚 王爽情绪控制的很好 这个球他为什么要踢王爽呢 这就是红牌 我觉得这个黄牌就太轻了呀 还给了一颖一张黄牌 一颖呢 是因为替王爽打抱不平 上去推仗对手 但是看有没有慢几头回放了 刚才这个动作啊 6号的人善珠 看看这球 王爽扛着一下 他下篮 看起身 故意顶王爽 他这球呢 虽然伤害性不大 但是就是性质太恶劣了 王爽的情绪控制的非常好 这是韩国的定位球 机会力也开起来 投球解围 右脚扣着一下 直较然 左脚再兜到原点 这是个机会 还是一点球被中队抢到 跟进赶紧破坏 刘珊珊 中队反接 李颖投球顶给王爽 这是个机会 右边拉空 李颖横转漂亮 这视野很开阔 无声书先把球拿好 王爽在中路要求 楼家会套边 无声书那切 哎呀 这球处理球慢了呀 这球处理慢了 非常好的一次反击机会 李颖第一下转移也很漂亮 但之后无声书的处理球呢 有些拖大 武海燕 武海燕 右边路 大一脚长船 王爽 小球 王爽 王爽犯规了 大一脚 对手确实踢到人 杀了 韩国队队长8号 赵道贤 進來出 進去 有机会 楼佳慧上来 变相走外向楼佳慧 调整一下 等队友先用他 再传起来 再传起来 这段时间在中场的对抗很激烈 防队边路行攻 转危险大门 打在了中午 门将这球摘得很稳 22号下门上替补登场的 于敏志的射门 他作为一个替补登场的球员 肯定是希望围绕他这个点 多打一些配合战术的 但是他拿球的机会并不多 中队要重点提防这个点 过去再传起来 打了中午 一区 打了中午 又有冰 畅 比赛打了快一个小时的时间 还是0比1 下马场比赛中队获得了几次射门的机会 但是 也没有把握住 由于体能的下降 现在我们显得有些被动了 如何把这个局面稳住 这回1比0真是不保险的 现场的假优质维生非常大 看看姑娘们能否再进一球 打成2比0的话 这个比赛就比较稳 当然这场比赛的规则是 如果长时间打平的话 双方要提加持赛 而不是要打点球 直接打点球 没有加持赛 中队世界杯的比赛呢 是和南非队 德国队 以及西面牙队 分在了死亡之组 就是世界杯的最死亡小组 中队世界杯的最正好 中队世界杯的最赛的火峰 有点滟 谢谢!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 加油! 他这不成书 他在脚下很灵活 旁部队抢队往中路给 船过来 有点危险 铺在那空了 赤笑斩自己打门 这球的球速不够快 被门将拿到 看这点事好 确实于敏步踢的不错 拿球之后 无论是挺摆脱 还是传球的一下 都很见功力 踢球思路很清楚 特别为了 也有点 右边 这边 到底是哪 4号深潭远 放下的12号李恩美 先看豪宾队进攻 都对楼家辉过去补这个位置 好边接应 脚温船有点危险 好的 五海燕 16号张瑟琪也上 漂亮了 但这球挺被对方抢回来 欢迎你把球踢出的边线 中队也要做调整了 摇尾上 换下杨丽娜 杨丽娜确实体能消耗比较大 真好 真的好 按下杨丽娜 上杨丽娜 好 好 真好 好 好 来 好 好 好 表伟16年就进入国亚洞 参加了奥运水马赛 有点时间中的有点被动 刘珊珊把球拿好 拐出了边线 现在问题很明显就是没有反击 黄克队 现在是薄命打法 前场投入的兵力很多 如果能够前场保留两个点的话 能够有反击的机会 还是比赛有可能再进球的 但是现在王双也不断的频繁的回撤 去保护防线 这就很麻烦 这场比赛王双的体能消耗也很大 这个换人呢是保证中场的一个防守的硬度 这个换人呢是保证中场的一个防守的硬度 考虑在前场放上速度更快 体能更充沛的球员呢 今天李颖的消耗也很大的 好球 东家会上 那位置丢了 对方这球能拿到吗 往中路转 这球没有犯规 所以武海燕抢的很漂亮 然后把球舰抢了回来 往中间船 李嘉悦 谢谢勿推出 啊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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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败 面 со 租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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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什么 口号挺统一 下车人 有边路 右边很空啦 左路出现了大控装 对方投球 没什么危险 中度2阡 门 cima大控装 阪高同ometric中都是来自打敲�ешь鑰蛋 out来自打敲锥鑰蛋 继续换人 还有一夜准备上 前边还是要留一个反击速度 楼家慧如果下场的话 把无声书撤回来 这是韩国队的投球 没什么危险 终于求选 怎么求选 换人 小玉仪 换下吴成书 吴成书又伤了吗 吴成书被换下 他是换上又被换下的 还是要保留反击的速度 吴成书其实踢的还可以 这几次机会 有一次机会没把握住 几次单对单过人的没成功 没有什么严重失误 很努力的 上小玉仪能突破能带球 有速度 可能考虑到我们反击一端的 还是要给对方施加压力 这段时间 韩国队体能下降也比较快 打球 这是小玉仪 小玉仪拿球很自信 并不贸然的往前走 吴海燕 那这传球失误了 石小玉仪 李文娥 踢到所落 李文娥看上去体能下降 倒没有那么明显 这17号确实快没劲了 好球王手 17号是打了整场 李颖 这是对方的犯规 李颖帮助中队赢得定位球 这样的话 再可以把这个节奏放慢一点 李颖今天非常努力 看李颖的身体 对方把他撞倒 对方也摔倒 对方的身体 1, 2, 3, 4, 5,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9, 10 1, 2, 3, 4, 5, 6, 7, 10 1, 2, 3, 4, 5, 6, 7, 10 韩国队进攻 给右边这个瓢赤罗 去捧场的右后位 小中间打 杨树罗传起来 李佳岳投球解围 李永回来防守 球站还是韩国队的 李佳岳那边有一个抽筋的 韩国队由于落后 这个比赛还在继续 这两个扣球 好的李佳岳 这上抢真漂亮 黄霜 出他这个左后位 他抽筋了 王冲往左边带 没有去右路 顾亚扎 打到这个阶段 想进球确实挺困难 挺困难 对南组我们的手法错了 我说没在问 我也没看 刚才这个点子应该已经出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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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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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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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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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